我知道了 蛤? 我知道了 哎呦你自己会讲的 我倒还没有讲 嗯 你为什么还没有睡觉 告诉大家 因为我在妈妈 因为我在帮妈妈做糖果 才不是帮我呢 因为明天你们学校要开派对了 对不对 嗯 是吗 是开派对吗 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开派对吗 对 OK 所以呢你们要做什么事 两天 她叫你今天有开派对 是的 好 今天也有开派对 好了 那我是谁 妈妈 OK 好来 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些东西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喜欢的这个手套 好 今天因为会烫烫的 所以妈妈在这边做 然后你看我做好不好 请问你可以当我的小帮手吗 可以 好谢谢你哦 那我带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手套 OK 手套 蓝色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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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們現在做糖果 做糖果要先準備什麼,一個烤盤 這個大大的烤盤,我們把它洗乾淨了 擦乾淨了,然後要先噴一點油 烤盤油 好,然後我們就拿一張紙把它擦乾淨 擦一擦,每個角落都有 擦一擦 這個東西是什麼? 油,烤盤,然後有油對不對 好,油的話就是避免它沾 好,OK,來 還有起司 不是,這個叫什麼? 奶油 奶油怎麼說? Gurri Butter Gurri Butter Batter Batter Batter是日文對不對 好,來,開始 我們已經這邊有準備好很多材料在這裡 來,看一下,這是我們的花生 服務員花生 你有沒有吃過花生? 沒有 要不要吃看看 不要 Dora不喜歡花生耶,怎麼辦 這是我們服務員花生 請你幫我保護好 可以嗎? 好 好,我們剛剛已經秤好了 然後食譜我們晚一點再說 因為食譜配方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就你們家有什麼就用什麼就好囉 好嗎? 好,來 然後我們家還有很多這個 核桃 那我們就準備一碗核桃 分量也不重要 好,就是把這個烤盤鋪滿為紙 好 還有呢,這個是什麼 嗯 Green Raisin Green Gray 好 因為這是青皮籽 我們也是買來的 好 這個是整顆的蔓越莓果粒 對不對? 這是蔓越莓嗎? 這個會酸酸的 就增加一點口感 好 再來就是這個 增添顏色 這是什麼色? 紅色 紅色 所以新年快樂是不是就要紅色? 嗯 才會很漂亮對不對? 喜氣洋洋 是不是? 嗯 然後最後的 新年快樂裡面有 好 然後我們有一點那個 這個葡萄乾 然後 Ruby阿姨說妳好可愛 那Ruby姐姐 你們說Ruby姐姐好 Ruby姐姐好 那妳要跟她說什麼 謝謝 對,好棒 好啦 那首先呢 妳都還沒說我就開始了 對啊,我都還沒有說妳就開始了 對不對? 先跟大家說大家好 啾咪啾咪啾咪 啾咪啾咪 呵呵 好 那首先我們把準備這些東西 然後這次方便用的這個 就怎樣 棉 看到棒秤 年後買沒問題 棉花糖 欸 為什麼妳知道這個叫做棉花糖 因為妳的哥哥有偷吃對不對 好 我將妳棉花糖這樣怎麼講 Mashmallow Mashmallow Yes,Mashmallow OK 這個我們放在最上面 才看到我的安保了 對 妳的安保對不對 阿姨服上 哎呀,妳怎麼知道阿姨在說妳的安保 妳看得到字啊 哎呀,妳的安保 妳身上的安保 對不對 安保是負責什麼工作 好 教員 還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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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最近喜歡安保 阿有沒有喜歡沛肥豬 也有 對不對 好 然後呢,我們就盡量把它 好,我們盡量把它攤開 那我剛剛已經有弄一盤進去烤箱 那一盤沒有把它攤開 主要是因為希望它拍照漂亮 因為我就把它做成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 那我們的材料就這樣全部倒進去 對不對 請問妳可以去洗手收嗎 請問妳可以去洗手收幫我的忙嗎 我要擦一支紙巾 不行,要洗手收乾淨 然後我們來做糖果 請大家吃 不能妳沒有洗手就沾兮兮 就說什麼 好,快去 好,快去快去 好,等一下請妳幫忙 快點,妳趕快去 我們來幫忙 不行 不行 好,來 來 手收,伸出來 好,擦乾淨 要搓搓 好,請妳把袖子 工作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不要戴群群 要 妳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妳新的群群叫做什麼名字 安派門 好,來,過來把它穿過來 我怕弄髒 弄髒我再幫妳洗 來,弄髒我再幫妳洗 來,手收 好,這是安派門對不對 妳看這是安派門的好朋友 好,來 穿裙裙 妳在哪裡買的 我在很遠的地方買 很遠的地方買的 所以 用史瑞克的話叫做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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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Right 好,來 麻煩妳幫我把它倒進去 好嗎 倒進去 然後要弄開開的喔 要很均勻的喔 打開 就這樣 什麼叫做分散 一顆一顆 他們現在先不要當好朋友 對不對 是不是 先不要當好朋友 好 打散等一下會比較好操作 然後我們的核桃也要進來 對不對 核桃 核桃 好,麻煩妳了 謝謝哆啦姐姐 哆啦姐姐 是不是我的好幫手 哇,這麼厲害 好,這個給我 好,麻煩妳把他們攪拌均勻 什麼是攪拌 好,還有呢 這個 妳倒嗎 來,等一下 妳分兩次上 這個太多了 來,這個給妳倒 好,然後呢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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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攪拌均勻了嗎 基本上我們希望每一口 能夠吃到的東西 是很平均的 所以我們就要做攪拌均勻這個動作 對不對 還有嗎 來 還有 麻煩妳倒 麻煩妳 哇 真棒 這花生喔 我們這次的花生有快一公斤喔 輕輕的 不可以弄出去 妳看 輕輕的不可以弄出去 好,要保護好他們 不可以浪費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浪費 妳告訴我 請妳告訴我 為什麼不能浪費東西 因為 會 因為爸爸會生氣 還有呢 為什麼爸爸會生氣 因為 我們浪費東西 爸爸就會生氣 為什麼會生氣 因為他還要很認真的賺錢錢對不對 對 好 然後我們把它分配均勻之後呢 這些堅果 基本上現在 你看我的手在這邊 就是因為它是常溫的 或者是生中冰箱出來的 好,麻煩妳再放這個 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倒 妳要一次倒還是分次 OK Merry Good Burr棒 然後這個要怎麼辦 裡面還有東西怎麼辦 要刮刮對不對 是不是刮刮 好了 好了 好了嗎 我檢查 今天妳是Chef 我是小幫手 是不是 好,OK 非常乾淨 給大家看 妳看 Dora姐姐非常棒 如果妳們這樣有缺Chef 可以呼叫Dora姐姐去幫忙 對不對 是嗎 是不是 Dora姐姐是不是救援小隊 當妳在做蛋糕出現問題的時候 Dora姐姐就會出去幫忙 對不對 好,輕輕的 不可以弄出來 妳看 掉出來就不好了 掉出來就是浪費 好 我們把它這樣攪拌均勻 紅色太燒了 好,沒關係 好,來輕輕的 輕輕的攪拌均勻 然後呢 如果有那種 核桃比較大顆的 大片的 可以把它稍微掰開一下 你看核桃把它掰開 太大的把它掰開 嗯 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切也會比較方便 好 因為我買的是二分之一片 所以每個都是很很大的 就像這樣子蝴蝶的 對不對 像這個 對 妳喜歡這種嗎 這個叫什麼 這是什麼形狀 蝴蝶對不對 我們像蝴蝶一樣的形狀 這叫做什麼東西 告訴大家 好,這個是什麼 你最喜歡吃這個叫什麼 核桃 核桃 嗯,答對了 其實就是把堅果 好沒有 就是跟果乾 然後做一些組合 反正有什麼就用什麼 所以 如果當你在紅瓶上面 有材料一些剩下的 或是說 有人給你龍眼乾啊 或是什麼 blahblah一堆的 欸,輕輕的 掉出來了 可以把它加進去 然後把它做成糖果 這樣的話 消化的還蠻快的 好 好 我們要接下來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步驟了 我們要加入這個東西是什麼 棉花糖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現在九點鐘了 要小聲一點 請問這個是什麼 棉花糖 棉花糖 對不對 妳有沒有問大家說 喜不喜歡棉花糖 喜歡 妳喜歡 我喜不喜歡 大家喜不喜歡棉花糖 妳應該問說 大家有沒有喜歡Dora 對不對 有沒有喜歡Dora 輕輕的 輕輕的 妳都太粗魯了 輕輕的 不可以用出來 好了 停 好 鋪平 OK 鋪平 鋪平 掉出來的放進去 等一下 好,手走開 我們要做這個程度 就是材料 好,可以吃 可以偷吃 沒關係 可以偷吃 看看味道怎麼樣 好不好吃 等一下 欸,不可以放進去 放旁邊 對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的材料 基本上就是 欸,幹什麼 不可以 我們就是把材料這些 就是放 放 幾乎滿 幾乎滿 小心 幾乎滿的標準 好 就是這樣 好 對 所以妳說這些材料 重不重要 多少克不重要 就是妳有什麼 就放什麼 好 我去看一下那個 它有沒有量 好,剛剛那盤 對不對,我們竟然放一盤 進去了 好,稍微檢查一下 就是說不要有太大顆的顆粒 然後 這樣 還沒好 好 我們稍微把它壓平 壓平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棉花糖 這樣倒進去 輕輕的 輕輕的 不行 我來倒 妳幫我鋪平 這樣壓平 壓壓 壓 壓平 那棉花糖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多 沒關係 少一點 因為盡量是越少越好 好 就鋪上去 輕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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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出來就吃了 那妳就會故意弄掉出來 對不對 哎呀 哎呀 好啦,輕輕的 掉在地上就不能吃了 好好好 來 給妳吃 好了好了,不能再試了 不然我等一下做糖果就沒有東西了 慢慢吃了 妳看大家都在看妳 咻咻臉 妳看大家都在看妳 妳看 妳看 妳看大家真的看妳 妳看咻咻臉 是不是 好 然後棉花糖呢 基本上也是像這樣子 就是把它鋪滿 一層薄薄的就可以了 呃 多厚 沒關係 反正就是妳只要能夠 把它攤開為止 就是每個角落都有 棉花糖的程度都好 好 就是這個標準 等一下的話絕對就可以 如果以這種情況 等一下絕對都可以把 那些堅果黏起來 而且也是用 最少棉花糖的 那個 比例 好,去把它黏起來 好 好,停 停,停,不要動 手請離開 我們要放進烤箱囉 但是放進烤箱之前 有一個步驟就是這個 我們要準備發酵奶油 發酵奶油 發酵奶油 發酵奶油在這裡 我們就把它切小片 然後呢,我們就要把它放進去 妳不可以摸 這個油油,不要摸了 妹妹不要摸了 OK 我來就好了 不行 這個油油的 妳手會油油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把它放小塊 然後這個的量 大概是妳 測棉花糖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所以呢,我們就這樣剝小塊 就是用鑽 就是 基本上目測就好了 不要太多 媽媽不能露臉 我問妳 媽媽是不是很醜 是不是 因為媽媽老老的對不對 所以手手是不是就粗粗 是不是 然後Dora都會說 媽媽妳就是沒有擦乳液 而且妳老老 年紀太大了 所以手手就粗粗 臉粘就醜醜 對不對 妳可以示範怎麼樣洗臉粘嗎 跟大家說怎麼樣洗臉粘 請問妳 Dora洗臉粘的動作超可愛的 她會這樣飄飄飄 這樣子洗臉粘 對不對 好 等一下妳不要摸 好,手手要去洗手手了 好,我們把這些奶油就放進去 大概這種程度就可以了 大概像這樣子的程度就可以了 好,手走開 有沒有手走開 手走開 我要去 好,妳等一下給妳切一小 我先把這個放進去烤箱 大概像這樣子的程度 好,可以看得到嗎 好,為什麼覺得媽媽比較少 就放進去 等一下,手走開 手走開 好了 好了 像這樣子的程度 好 然後呢 稍後 然後呢 我現在要換一下這個手套 因為我必須把我剛剛那盤 給拿出來了 然後妳記得 美美等一下那個是很燙很燙很燙 所以可不可以碰 不行 不行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把這盤也放進烤箱 然後呢 我們把烤箱那盤拿出來好不好 這個上面是起司 不是,是奶油 奶油 奶油 對不對,奶油對不對 對 我每次都說錯這個 當然就喜歡吃起司條的對不對 對 是嗎?好,稍後 我想吃起司條的 好,請稍後 來,美美請稍後 我一再的告訴妳 不能碰喔 如果你還碰會怎麼樣 會燙 蛤 會燙傷對不對 然後用我們桌面 就是稍微把它墊一下 這樣子 好 好,不要動喔 妹妹不要動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妹妹不要碰可以嗎 我現在是燙燙的喔 你看這一盤 不可以碰到 怎麼不懂 不可以碰到 OK 好 我這一盤是非常非常燙的 然後這是剛剛我們放進去 欸 在日本看 你看Mandy阿姨在日本耶 妳有沒有跟Mandy阿姨說嗨嗨 Mandy阿姨嗨嗨 阿可以啾一下嗎 阿還有咧 哥哥,妳有沒有想哥哥 有 有嗎 妳想哥哥還是想起司 想哥哥 想哥哥 耶 嗅嗅臉 阿妳要跟哥哥說什麼事 妳想跟他說什麼話 妳可不可以 妳跟阿姨說阿姨會跟哥哥講 妳想跟阿姨說 妳想要跟阿姨說什麼 妳想要跟阿姨說什麼 要說什麼 妳想哭 蛤 妳想穿手槽 嘿嘿嘿嘿嘿嘿 好啦 然後呢這個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的做法通常都是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妳記住喔這個地方是很燙的 不要 好請妳幫我吹等一下 預備一起 用力 喔妳都被我噴口水很噁心 對不對是這樣 好 然後呢 記住就是說它非常的燙 所以呢 一開始 我們不要用手 妹妹 記住烤盤不要碰喔 我會先把手太有噴上一點油 然後呢 這樣子 這很油啦 等一下 然後 然後我們拿一支刮刀 妳看 有沒有 其實還好 它溫度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 好 接下來就很黏喔 多拉不能碰喔 好不好 腳痛 好腳痛 妳一定是假的 我知道 然後呢 我們就把底下翻上來 好 反正就摺疊摺疊 不要碰喔 妹妹很燙喔 很燙喔 小心 所以只有誰可以用 媽媽 對 所以妳看好好不好 妳學會之後以後幫我做 可以嗎 好 然後呢 基本上棉花糖就是一個 黏著劑 所以妳剛剛看 然後奶油呢 就是一個防沾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 我不敢吃有葡萄乾的 好 那妳不要吃好了 給大家吃就好 妳不要吃 然後 像這樣子 輕輕的壓 因為現在其實它還溫溫的 然後我們放烤箱裡面的溫度 大概是 幾度 120度 告訴大家幾度 120度 答對 Bingo 那因為 剛剛我這一盤在放的時候 是分區塊 所以妳就會覺得比較不平均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這樣子 慢慢地敲 慢慢地敲 對 好 那這個手是可以碰的程度 就是 它棉花糖融化了 那記住妳看我的手 會黏 所以剛剛我們就要噴烤焚油 這樣子的話 妳看我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就不用動到平底鍋 好 一般的做法可能大家都是會用 會用那個平底鍋 先把奶油融化吧 把那個棉花糖弄融化什麼之類這樣 可是 我有試過那樣子 我比較不會那樣子做 所以 我那樣子做我覺得比較不順手啦 所以我後來就用這種方式 好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就是 妳也可以抓看看 就是說 欸 因為這樣子的烤盤 還有溫溫的 對不對 然後如果棉花糖不夠 到時候再加一些 然後再放進烤箱裡面去 反正就是以最少的量 可以把這些堅果黏起來 為原則 然後這是手套 手套 記得抹油 像我這樣子捏捏捏 所以妳要發現 我們做的那個糖就很少 然後主要是在堅果跟 那個果乾的部分 新年快樂 蛤 什麼 然後呢 有很多堅果 像最近大家如果做糖果 什麼 有剩下一些堅果 什麼的 剩下一點點 差不多可以把它加進來 反正有多少量 就做多少 聽說這棉花糖 最近很 很難買得到 我是今天才去買的 居然被我買到了 太神奇了 反正我是抱著水源的心態 好 超燙 超燙 好 可能不管 就是這樣子 然後妳看 我的棉花糖是不是很少很少 白白的部分 就是棉花糖的部分 是不是就很少很少 所以這樣慢慢弄 慢慢弄就好而不擠 因為 這個其實不像煮糖漿那種的話 就是說 糖會超過100度 然後會很燙很燙 其實這種還好 那如果說妳發現 妳的溫度不夠 然後已經稍微有點變硬了 怎麼辦 就放回烤箱 大概就100度 120度 再去烘它就可以了 不要太高的溫度喔 不要太高 就是120左右 超過100了 120到140之間 可是140有點太高了 你看 我剛剛沒有的量 其實這一大盤 的材料 可能有兩三公斤 然後我用的棉花糖是 大概 500克左右吧 這個 棉花糖 好請吃 我這裡還有剩很多棉花糖 不知道有沒有小朋友想吃妳 哇 真的嗎 可是那妳有沒有乖乖 很黏喔 很黏喔 很黏是正常的 不黏才奇怪 好 好 用力 用力 剩下這些 謝謝 謝謝 請妳來這邊幫我加油 可以嗎 因為大家想看妳 不想看老老的我 對不對 對不對 咦咻 有一天Dora就跟她阿嬤講說 阿嬤妳知道嗎 因為阿嬤一定皮膚比較皺皺的 阿嬤妳知道嗎 妳一定是都沒有喝牛奶 才 喝鮮奶 妳一定沒有喝鮮奶 所以妳的皮膚就會皺皺的 不像我都很漂亮 對不對 妳是怎麼跟阿嬤講的 跟我講 妳是怎麼跟阿嬤講的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了 記得 不記得了 因為我都叫媽媽爸爸媽媽幫我買鮮奶 對 她好喜歡喝鮮奶對不對 妳每天喝幾杯 我每天喝很多杯 好 加油 我們快好了 好 那基本上就是說 好 咬咬臉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材料 通通都混合在裡頭之後呢 妳看我烤盤也有放一點油 所以現在就比較不會那麼沾 我們 好 所有的 通通都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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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妳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是一點點糖就好了 一點點糖就好了 好 我們該睡覺了對不對 妹妹妳是不是該睡覺了 已經九點了 還想玩 還想玩喔 那妳明天要不要上學 請問妳明天要不要上學 好 我們大概就像這樣子的程度 所有都有沾到糖了 好 所有沾到糖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壓平了 Yo 什麼事 娘娘娘娘娘 一定是沒有吃棉花糖 所以才會腳痛痛對不對 要 是不是 對 對啊 以前都啦想要去看醫生 就是因為她想吃糖果 她都會說我生病了 我想說為什麼小孩子那麼常生病 我生病了哪裡痛 不知道 我說妳是不是想去跟醫生要糖果 對 這就是小孩子可愛的地方 因為他們會很慘成的告訴妳 好 就像這樣子 好來 我需要滾滾了 不曉得有沒有小朋友可以幫我 還有這個貼紙 等一下 我需要滾滾了 不曉得有沒有小朋友可以幫我了 我 真的嗎 好那要等一下下 我要準備一下下可以嗎 真的有給我嗎 蛤 我的一個 兩個手把的改面棍 在哪裡 不知道 妳要自己保管喔 收起來了 誰收的 不知道 糟糕那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是我自己收起來的 好 手上的這些整理下來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定型了 我們利用原本的烤盤就可以做定型的動作 然後把它壓緊壓扎實了 好 這個就 這個就 這些 它撥掉了啦 撥不下來 撥不下來 撥不下來我們就算了 這樣子 全部把它包起來 笨蛇要怎麼樣 笨蛇滅雕 對 你來這裡跟大家講 笨蛇怎麼樣 笨蛇滅雕 沒看到妳再一次 笨蛇滅雕 為什麼要滅雕 誰教妳的 是媽媽 爸爸 不是我 爸爸 爸爸說 那個 布袋戲有 對不對 笨蛇內雕 笨蛇 笨蛇 我想要欸 我想要欸 我先把它弄好 再讓妳滾滾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等一下喔 稍後一下 這是我們的工具 出來的工具 雙頭感冰棍 好 來 小心喔 不要那個喔 媽媽等一下 他好像 車車喔 對 等一下 這個 小心 好 等一下喔 來 車車 它是車車對不對 來 這樣子 我先弄一下 等一下 欸 咦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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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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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再給妳喔 好不好 我先整妳之後再給妳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今天這樣做糖果好不好玩 好玩 確定嗎 小聲一點啦 妳都好大聲喔 因為這高很大聲的大家才聽得到 生的嗎 是學校這樣子講嗎 是嗎 唉唷 好 好這盤差不多快好了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妳可以馬上切 也可以晚一點再切 就是 基本上就是等它定型之後再切 就是等它 冷卻到常溫之後再切 因為冷卻到常溫的時候 基本上它也不會變很硬 可以啊 等一下 它變成Sharp 唉唷 小心 它變成Sharp 什麼 Sharp是什麼意思 Square Square OK Square 唉唷 妳看我剛剛做的材料這麼多 然後我把它壓緊時 差不多會再鎖一些些 因為就是已經 已經把它的那個空間 就是 壓緊了 所以 空餘的空間就 嘿 這是什麼 要不要吃 嗯 好吃好吃 好 等一下喔 給我了 給我完了 好 我想要再做一件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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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玩了好不好 小朋友 好 我們就把它推緊 通常我會再壓緊 這樣子是不夠的 然後把它變厚一點點 然後把它變厚一點點 好這時候就其實需要一些力氣了 所以這邊 妳看 把它壓緊 布魯洛有這個 誰 布魯洛 布魯洛是誰 布魯洛是誰 布魯洛是玻璃的好朋友 喔這樣子喔 布魯洛有這個 來接我 媽咪很腳痛痛 媽咪很腳痛痛 給她 你看這樣子 再把它壓緊實 利用我們的肚子 黑芝麻 嗯 黑芝麻在哪裡 黑芝麻在哪裡 有喔 黑芝麻 但是妳怎麼會看到呢 在那邊耶 這做黑芝麻的口味嗎 也不錯喔 來 就把 剩下旁邊這些 摘進去 唉唷 唉唷 妳在做什麼 唉唷 妳在做什麼 我在把它 弄乾淨 好 就像這樣 壓緊 好 利用肚子 我們把所有材料都壓緊 來 來 壓緊 那壓緊之後呢 基本上再切塊包糖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這個就這樣子簡單 好 妳看 拿起來 還沒有完全定型 那因為我們用的糖也很少 所以呢 呃 最好是 把它稍微冰一下 然後 這個 很冷卻的 你看 我現在用 全身的力量 喔 吃奶的力量 妹妹有沒有說 吃奶的力量 吃奶的力量 妳有沒有喝奶奶 請問妳現在還有沒有喝奶奶 嗯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我們豆拉早就不喝奶奶了對不對 什麼時候開始不喝 是生病 baby的時候才喝 對 生病baby的時候才喝 嗯 我想把它放到這個地方去 這樣子 嗯 好 等一下 妹妹先拿 欸 小心 等一下 好 然後 放一張紙 放一張紙 放一烤盤 我想把它給 欸 咿 咿 要用什麼辦法呢 好像放不下去 因為太大了 算了 好 反正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把它壓緊了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要休息了對不對 妳要不要跟大家說什麼 我們要休息了 然後呢 請問妳要跟大家說什麼 這個時候要說什麼話呢 新年快樂 冠軍發彈紅包拿來 紅包拿來 來 你會不會鬧 來 快點 不要嗎 很幼稚對不對 是很幼稚嗎 上車了 哎呀 上車了 好 其實 像這樣 有厚度 然後我們就可以切兩片薄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杯杯 杯杯 好 杯杯 好